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话语恩典和大能里面 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看到 神写信给七个教会 我们每次读到这里都很感动说 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竟然这么在乎我们 祂写信给我们 祂写信给教会 而且不是只是给当时的七间教会 是给历史历代的众教会 不是写给一个地址 写给一栋建筑物 是写给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你和我 主有话对我们说 我相信在这七间教会当中 我们多多少少都像面对镜子一样 看到自己的一些生命的光景 但是主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盼望 就是靠着他我们可以成为得胜的 这是多荣耀的一个恩典 我们可以成为得胜的 我们要进入到这七间教会的最后一间 老底家教会 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 主说这个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小时候我每次读到这里都觉得很特别 为什么神巴不得他或冷或热 我巴不得你很火热 我觉得这个我懂 但是什么叫做我巴不得你不冷不热不好 至少你要或冷或热 什么叫或冷或热呢 那个或冷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说冷比不冷不热还更好一点吗 不及格 好你是五十分不及格 我巴不得你能够考到六十分七十分八十分一九十分 懂啊你要考得更好一点 我巴不得你干脆就是零分 要不然一百分 你不要坐在中间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感觉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小时候真的是读不懂耶 神对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是当我越来越大慢慢慢慢 更多的认识我自己 也更多的看到教会的光景 我体会什么叫做不冷不热 不冷不热最可怕的一个危险 就在于说 当我站在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里面 我就会常常觉得 我这样蛮好的 我虽然比上不足 我比下有余啊 我这样不错了啦 我能够维持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这样吧 当我落在不冷不热的光景里的时候 我不会想改变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 不想改变 是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危机 因为当我真的已经到谷底了 我烂到全班最后一名的时候 我也受到刺激 我激励一下 我想要奋发 但是中间呢 我虽然不是前几名 可是我也不是最后几名啊 就这样就好了吧 你知道在教会当中常常有一个可怕的危机 就是非常多的基督徒觉得说 我这样就好了 我知道了 有些人比我很爱足 圣经上也讲很多道理 我是做不到的 可是至少 至少我没有像他呀 至少我还有聚会 至少我有奉献 至少 但是神对我们的期待不是至少 神要我们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 神对我们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 他不是让我们不冷不热就OK了 他渴望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 在他的手里面成为那个火热跟随主的 火热爱主的 不要因为不冷不热就不想改变了 主说我巴不得你 你就算冷到谷底吧 到了谷底还可以反弹呢 但是不冷不热就根本不想动 我的属灵生命会不会 这几年来就是这样呢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就有一段时间是我最不快乐的时间 就是我觉得 我怎么好像一直都是一样啊 这么多年下来 我每个月都领圣餐 每一次领圣餐 我都为同样的罪在那里认罪 然后呢就一二三四五 每次都是那几件事 生命没有什么改变 好像许久以来 我就停滞在那个地方 我发现在那个时候 我的生命像老底加教会 就是十年如一日 二十年如一日 三十年如一日 不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一日的爱主 而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样的 生命就是那样子 十年前胜不过的罪 今天还是胜不过 二十年前的毛病 今天还是这样 三十年前的失败 今天仍然在同一个地方继续跌倒 老底加教会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生命停滞在那里 不想改变 我求主今天也光照你跟我 这是不是我们生命的光景呢 主要我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 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 我不想留在这样一个 不冷不热的光景里 恩待我们进到你 火热生命的爱里面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愿主 今天向你我的心 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